李显龙总理抗力下午出席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 李总理也同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两位领导人重申新日两国长久以来的紧密关系 这是李显龙总理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五个月内的第三次面对面会晤 两位领袖讨论了新加坡和日本目前在数码化、可持续发展、能源 以及多边贸易方面的合作 双方也同意在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合作 并针对区域和全球局势展开讨论 李总理今天傍晚回国 较早前李总理也在社交媒体发文 对于安倍的逝世向安倍遗双和岸田文雄表达深切哀悼